每当我们回忆起八十多年前的那场战争,每个人内心深处都会隐隐作痛。 提起日本人当初对中国做的那些事,每位中国人都是恨得咬牙切齿。 尽管1945年之后,日本俘虏兵都被遣送回国,但仍然有很多日本逃兵在中国一直生存着。 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就是,一位在中国待了七十年的日本兵,他活了一百零三岁,去世前说自己在中国只为了赎罪。 这位日本兵名叫山吉红,他在29岁那年随着日本部队来到了中国,在中国待了六个月之后,由于受不了自己国家部队做的那些事,就选择了逃跑。 他原本打算一路从天津逃回日本的,但是后来一路上都是中国老百姓给他饭吃,给他衣服穿。 最终当他到达济南的时候,他突然觉得自己应该留下来,为自己国家做的那些事赎罪,用自己的行动来告诉中国人,他是一个有良知的日本兵。 山吉红在济南就这样常住了下去,还在济南娶妻生子,就这样他在中国待了七十年,周围人根本都不知道他的身份,就连他是日本人都不知道。 山吉红为了赎罪,1945年之后,他在当地开了一家诊所,在这几十年中,他坚持每周六日免费给当地人看病。 再到后来,他还成为了当地卫生院的医生,他也一直保存着日本国籍,后来有一次偶然的机会,他回到日本自己的家乡。 亲人们替他寻找到了每月三十万日元的工作,但是他直接一口拒绝了,还表示自己在中国生活时间比较长,他还要继续赎罪。 2010年,山吉红因身体原因去世,他的家人在收拾他的遗物时,发现了办公桌下的一张纸条,纸条上是他自己亲笔写的几个字,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最高的美德。 这短短几个字,让所有中国人看了,都觉得震撼。 山吉红的故事被网友得知之后,很快大家就赞成了两对。 大多数人都觉得,这位日本逃兵,真正做到了为人民服务到生命最后一刻,他是唯一值得尊重的日本兵。 同时还有人认为,即便他做再多的好事,也改变不了日本曾经做的那些事情,他仍然是不值得被原谅的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